各地方的景點好嗎 取消原定行程 行政院長蘇貞昌 親自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坐鎮 因為泥沙颱風來襲 加上東北季風共犯效應之下 好遠狂炸半個台灣 其中宜蘭更傳出淹水災情 今天受到颱風外圍環流 跟東北季風增強的影響 可以看到其實在整個北部 東半部地區的雨勢 都相當的明顯 那可以看到隨著颱風的吸移 可以看到明後兩天的雨 都變成比較偏向東北季風 在主宰的雨勢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雨 還是主要落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儘管氣象局最快16號晚間 就會解除海上警報 但泥沙持續長胖 預估17號上午轉為中台 外圍環流以及東北季風影響 不容輕忽 台北市宜蘭山區總雨量 更上看1100毫米 新竹以北花蓮山區雨勢也很顯著 氣象局說18號以後就會緩和 但是東半部桃園以北地區 仍有短暫鎮雨 不只要留意雨淡 新一波東北季風也來報導 17號開始全台各地氣溫下降 最低溫出現在18號到19號清晨 中部以北預計只有18 19度 其他地區則是20至21度 主要的風是比較大的地方 都會出現在台南以北 我們的恆春半島還有外島的部分 有可能出現9到12級的強陣風 比較靠近內陸的地方 也有可能出現比較強的陣風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明後兩天的風力其實是 雖然颱風遠離了 但是風力卻是比較大的 氣象局持續針對北部東部縣市 發佈大雨以及超大陶雨特報 提醒民眾出門得帶好雨具 也避免前往沿海或山區 小心自身安全 環雨新聞張北陳品珍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雨新聞 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